拿出这些年开同学会所拍的照片 分享点点滴滴 现年已经八十几岁的林重邦 从大理国小毕业至今已经有七十多年 林业业想起当时读书的辛苦 还是历历在目 像林传望爷爷对学校有着深厚情感的 其实还有很多人 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这些毕业校友要聚在一起已经不容易 因此趁着学校今年设校一百年的机会 校友会发起万人同窗会 希望好奇一万名的校友 在9月20号一起背着书包上学 并且向师长奉茶重温儿时救梦 那刚好是一百周年 所以我们就想说来发动一下 这个万人同窗会 让大家一起背着书包上学去 然后同时也在教师节的前夕 9月20号这一天 我们大家一起回来感谢我们的老师 我们希望大理国小未来的发展 更能蓬勃 更能兴盛 培育更多的人才 让社会更加进步 属于囤屈老学校之一的大理国小 许多人是好几代都是就读这里 相当难得 而校友会欢迎各界校友 在9月20号这一天回到校园 看看老学校跟老同学一起议而食 继续来修风 台中才碰不到